大家好 完成了幾個較為艱難的訓練之後 Philip決定和我們輕鬆一下 沿著沉船殘癌的右燕 我們向船頭進發 在甲板下的一個破洞 我們進入船身 光暗強烈的反差 和船艙中釀起的塵土 令我的心產生了一種莫名的興奮 在船身右燕甲板下的一個破洞 我們離開的時候 內心又產生了一種 仿似是逃離危險現場的感覺 之後我們沿著破船的右燕 游回去整個殘崖的正中央 Philip 向另外一個破洞 再一次帶領我們進入船艙 稍時間 在右邊我發現了一條浪衫的繩 上面竟然還掛著一件 期待太陽會將它曬乾的上衣 感覺真的很奇妙 終於要離開了 兩次 防止探險的經驗雖然很短暫 對我來說已經是 無與倫比的回憶 下午的水流越來越急 我們沒有辦法 再在水裡 清潔地跳望遠方 但是 對於Philip的領導 我依然 是無限的感激 或者 我也興奮在這裏 為我們Parbados的第五天 畫上一個巨顔 示範